Hello大家好我是Derek 那很开心看到大家踊跃的提出了很多问题 那我今天就要带大家看一下我平常是怎么在回大家的讯息的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发觉很多观众还不知道我们有自己的社群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频道 然后频道这边的community应该是社群吧 你点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我所有的贴文哦 我常常会在这边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啊 然后跟大家聊聊天等等的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这个YouTube上有这个功能的话 可以到社群来看看哦 然后跟我有更多的互动 OK那我们开始看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吧 还有些留言 那这些就是我平常每天在干的事情哦 那有的时候是在手机上 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在电脑上做这件事情哦 那第一个这个加薪券说支持支持谢谢你 可以使用一个推特或IG账号吗 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为什么有推特或IG会减少剪片的时间呢 有点看不太懂 嗯王coby说恭喜谢谢你 al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观众了 就是跟着我有段时间了 他表示说熊市能有你加深我的信念 感谢我是一个普通人 这辈子能遇到BTC真是太有运气了 大家都是普通人啊 就任何买BTC的人其实都是普通人 那就算你在很早就进来这个市场里面 那在市场中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但是还是普通人 所以不要觉得普通人就没办法在投资市场中赚钱哦 曼后问说你周遭的朋友有在币圈的比例是多少呢 呃我的朋友有非常非常多种 有骑车的朋友有真心的好朋友有工作的朋友 但是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基本上收入稍微好一点的 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比较成功的人呢 基本上超过90%应该都是有这个加密货币的哦 那假如说上班族啊或者是打工的呢 这个持有加密货币的比例就会小很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收入越高的 呃基本上都有持有加密货币 然后下个问题哦 这个曼后问了很多问题啊 我试着一一回答 区块链中有许多社交的项目 类似推特Facebook你有发现有权利 那这个就是用区块链做成的社交软体啊 那我之前有投资几个项目 呃基本上效果都不是很好 然后使用的人也不是那么多 我觉得推特啊Facebook这种社群软体呢 可能还是要用中心化的公司来管理会稍微好一点 你个人或是建议的法币 虚拟货币的持仓比例是多少 法币是现金的意思吗 那这个问题很难说 因为有不同的东西需要考量 那你的收入是多少 那你的风险承担能力是什么 那你每个月的开销是多少 那有没有房贷啊车贷啊这些等等 有没有家人要养啊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所以这个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那基本上我给的建议就是 不要投这个自己没有办法赔得起的钱 就是说假如说你投的这笔钱 那概念就是你投这笔钱呢 是要在不影响你生活的情况下 就算全部赔光也都不应该影响到你的生活 那这样子应该就会还不错 接下来这个一圈利问说 加密货币产业会成为下个致富机会吗 那如果你有在看我频道就应该知道 这个加密货币呢 就像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网路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三四十年前买房致富的人 一般认为加密货币都是诈骗 赔光光只是瞬间的事情 房子摸得到看得到 这是下密花钩 OK房子呢其实并不是用来致富的 除非你今天也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那你可以一次买个二三十栋 然后靠这个房租加这个房价增长的双重利益下呢 投房子是有可能致富的 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 投房子致富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房子本身要看你在哪里啦 但是房地产基本上就只是一个抗通膨的东西 因为钱越来越不值钱嘛 所以今天假如说三四十年前 你买的房子交说是十万美金好了 现在变成一百万了 但是呢这个美金呢 在三四十年前可能也是比现在油价值要多过十倍哦 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致富的过程 而只是一个抗通膨的过程 接下来又是Mahal问的 听说你主业是车子相关的 新闻常出现特斯拉车出问题是真的吗 现在适合买特斯拉吗 还是等他们技术更成熟 我公司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特斯拉车哦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没有对与错的一个答案吧 就是看你自己啊 你如果觉得现在可以的话 而且特斯拉每个国家也不一样 像在美国充电站到处都是 所以基本上跟 也不是美国啦 就是加州啦 充电站到处都是 所以基本上就跟加油站一样多 或者是差不多多 所以你就算在外面没有电了 都不会有这些充不到电的问题 但是如果在其他地方 像台湾甚至是世界其他的地方 如果没有这个成熟的充电装置来支撑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再考虑哦 但是车子是好的啦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至于常出问题也只是新闻炒作 因为就是今天特斯拉的车出问题 或者是火烧车什么的 新闻就会爆 但是每天油车 火烧车的这个比例呢 跟特斯拉比可能多了上千倍 但是也都没有新闻在爆 所以这个不要被误导了 哇这个曼后也问太多问题了 比以前消息真真假假 除非你在还有什么新闻平台吗 毕竟很多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都是读英文的 所以我都是看CoinDash啊 CoinMarketCap等等的新闻 那至于中文的上面我就不是这么了解了 在阅读币圈圈往往都有关去运营层面的 以后录制圈链 链圈 这个应该是链上数据吧 有啊 我的影片中常常都有讲到链上数据的东西 但是链上数据也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啦 所以说 所以我们不能只用一种东西来看市场会怎么走 因为链上数据很多都是也可以造假 或者是大金鱼可以制造一些假的消息出来的 你预计加密货币这种跌的市场什么时候会拘禁稳定 洋货是永远不稳定 迟早一定会稳定的 但是你要知道 投资市场中如果一个稳定的仓品呢 就代表你已经没有赚钱机会了 所以说 呃 这是一个双刃剑吧 你今天你要在中间有翻十倍百倍千倍的几率呢 它这个市场就一定是会波动的 那如果你要买一个稳定的东西呢 它就不可能给你这个十倍百倍的收益 所以今天加密货币市场会有这么大的波动 是因为它还不成熟 但是相对的 你在这上面能赚到钱的几率才会有哦 如果今天这个已经等到比特币一颗一百万的时候呢 这个波动一定就会减少 但是相对你在上面要赚钱就是不太容易了 你在币圈都用什么样的投资工具 现货双币 呃我只玩现货不玩其他的哦 其他这些都不建议 追求卓越成功自然来赞 对这个就是我做事的态度啦 不只是在投资上面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做生意交朋友 或是待人处事 基本上都是抓这个原则哦 就是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 那不管其他人是怎么样 就是把自己顾好 那结果就会跟着来 呃最后还有两个卖后的问题 有遇过非币圈的朋友 嘲讽你投资加密货币啊 不会啊 因为我根本不会跟人家聊 就是加密货币的东西啊 除非今天遇到一些 在投资上面比较有智商的人 不然没有理由跟他们讲啊 所以我是不太跟朋友聊这些的哦 除非我知道这个朋友 在投资上面是很有深度 不然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因为母刚知道 你在投资加密货币有担心吗 如何说服家人的 他在2015年就已经知道 比特币就想买了 今天他能成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 他就一定是会持有一个 open minded的心态哦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想法 不会是一个 不会是一个骨板的人哦 如何说服家人的 我觉得你买币不需要说服家人吧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18岁的男人 为什么买东西或者是投资上 还要得到家人的同意呢 家人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吧 今天你身为男生过了18岁 做了决定就要对自己做了决定负责 下一个这个WashFan 恭喜破万订阅 非常感谢Derek哥分享 投资观念与新闻 不客气 不知道Derek哥知不知道骨癌 不知道 听都没听过 也是分享的关键 真的没事 永远都会有酸民啦 酸民就是让他们喷就好啦 那我也是看酸民留言 有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没事干 会跟他们喷一下 但是基本上就是直接封锁吧 还是最有效果的 我觉得区块电视报告是这样 我觉得真正厉害的人呢 是不需要让人家知道他很厉害的 就是不需要讲在嘴巴上 那天天把这个在交易市场中赚多少钱 放在嘴巴上讲的人呢 通常都是在市场中赔钱的哦 口条声音都听得舒服 谢谢你 配早餐 哇 我真的觉得我观众很多都是听我的节目 配早餐啊 真是太酷了 下位这个朋友问 很想问问系统的操作策略的问题 现在基本方向都有 但具体的策略怎么把握跟调整 还是比较难 其实就是持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吧 那在技术上我觉得其次啊 在投资市场中 我认识到赚最多的钱的人 基本上心态都是非常非常强健的 那技术的话都只是辅助 至于策略如何把握和调整 这个市场动得太快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在这边跟你讲是怎么回事 但是如果我看到什么消息 或者是我看到什么迹象 我也都会跟大家讲 所以你就关注我的频道就好啦 下个问题 荣誉 恭喜破万订阅 想知道对投资平台币的看法 还有版主从台湾到美国的经历 OK 投资平台币 我觉得B&B币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投资项目啦 虽然说我自己从来没有持有过 但是我有在关注 我有可能会买一些B&B 因为我觉得B&B是一个蛮好的项目 那其他的东西像是CRO啊什么的 因为毕竟时间还没有这么久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成熟 所以如果你要选平台币的话 我觉得买B&B是没有问题的 下一波牛市回来应该是可以翻个十几倍 没有问题 至于这个台湾到美国的经历 基本上就是小时候在台湾上国中 然后呢爸妈办了绿卡 然后就想说带家人一起来 结果到最后就只有我一个人留在这边 所以我就在美国高中开始 就是一个人跟着外公外婆在这边长大的 感谢老哥陪伴大家度过寒冬 我也很感谢大家陪着我啊 这样我可以分心做节目 就对这个市场走势反而不会这么的在意 易仙说很棒支持 谢谢你 好问说交易所的流动性挖矿 还有双币值 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不建议的 因为在这个DeFi上面提供Liquidity什么 这些都是有风险的 基本上任何时候如果提供这种利息上面的东西呢 都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是不建议啦 那持有现货就是比较稳 目前持有现货 Good Job Demi RJ问说 请问有考虑推周边商品吗 例如说这个区块链日报的帽子 我帽子其实有多三顶 我原本打算今天开直播的时候送给大家 但是大家投票 有点让我出乎意料 竟然说就是希望我做影片不做直播 那就下次有机会开直播再送大家帽子吧 但是也不多啦 就只有三顶而已 因为我一共也就做了五顶 台湾人多数偏保守 会有兴趣加入 往往都是网红 对就是非常非常多骗人了 所以大家就是要小心 然后一定要把这些正确心态 然后给正确资讯的频道 像我的频道呢 分享给大家 那对于这些诈骗的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控制啦 因为在台湾本来就诈骗问题很严重嘛 每当我朋友问到加密货币都会问 会不会诈骗 多数人一直不会推荐区块链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你一定要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 不要看周边人说什么就做什么 周边人看不到这个机会 并不代表你看不到这个机会 OK 你看到机会你就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那今天如果最后结果不是好的 那至少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那你要对自己做的决定负责 但是往往赚钱就是在一些 你看到机会 人家看不到机会的东西上面 所以不要太在意人家的想法 Jack Chiu 这是我超早的一个观众非常非常感谢 一路几百个订阅应该就跟着我了 一万也太感动 对我也非常感动 谢谢你 2Fish Derek 关注你一个逃不愿意订阅 花十分钟 Go over 小小建议 其实背景音乐太大声吗 好我会注意 从明天开始我会把它调小声 谢谢你的支持 哇哇瓜说 其实很多项目很好 只是没有中文理解的频道 真的很可惜 语言能力不OK还是很多 对 所以我也是想通过这个频道呢 告诉大家一些更好的项目 像在台湾啊 买ADA的人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少 但是ADA却是我认为最有潜力的一个项目 刘家伟说恭喜破万订阅 刘家伟是我台湾最好的朋友 谢谢你 来留言 很帅每天必看 谢谢 我每天都会看你的影片 所以开始买一些比特币 不错哦 这个价位开始慢慢买比特币 长期一定都是获利的 YOLO 谢谢Derek分享 不客气 YCH真的基本面的了解 比短线投机重要 这个是一定的 我身边大部分都玩过 股票还有游戏玩过 后来加密货币市值 会越来越大 没错 这个是基本上 很明显可以看到的东西啊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还是大部分人都看不到这个机会 我真的觉得 应该感谢吧 所以我们才可以在第一位 可以多买一点币 BZ Lee说 版主多次强调对的心跳 在投资以外的失误也会有帮助 这不停不行 恭喜破万订阅 谢谢你 这就让我讲的 我做事态度就是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讲 也没有特别做什么 就只是把自己做事态度 分享在这个频道上给大家看 阴影GG 谢谢D大用一个善良的心 谢谢 我曾经也没有那么善良 这些都是经过时间学习的 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自大的小屁孩 但最近已经三五三六了 然后再加上我岳母是学佛的 所以从他身上 我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恭喜破万每天上三病庭 谢谢你 所以我现在要先感谢岳母 才有Derry 没错 如果没有遇到岳母的话 我现在应该是一个乱花钱的屁孩 我们才有频道可以看 没错 恭喜破万每天早上都会听一下 感恩 朱小鹏对Polka有什么看法 Polka应该是PolkaDot吧 是不是 我不确定 如果是PolkaDot的话呢 在我投资组合那集 我有跟大家讲 就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那我也有投资在上面 应该是个长期持有的项目 David 感谢每天分享新闻 你是我第一个订阅 虚拟货币的YouTuber 谢谢你 你的分析非常中立正确 谢谢 谢谢你的支持 恭喜 恭喜你喜欢我的频道 Chen Yun 哥早安再恭喜 老观众 对啊 你当然是老观众啊 跟着我这么久了 虽然说没有很久 就几个月啊 但是还是算老观众 Matthew说 Congratulations 我是香港人 希望和你一样成功 我觉得不需要希望和我一样啦 因为你有可能比我更成功嘛 就是做好自己就好了 不要太在意跟别人比 或者是别人怎么想 恭喜Polka 谢谢 Snowlight问说 Derek的资产分配 有几成是放投资 投资中有多少是 加密货币其他项目 我基本上现在全部都是加密货币 那我的股票部分 我已经完全没有了 我股票是帮我妈玩的 恭喜恭喜周末愉快 你也是周末愉快 Cathy说 谢谢你分享美国的经济动向 能发现你的频道 是我今天 我真的觉得我的观众 是非常非常夸张 但是还是要谢谢你们 谢谢你的分享 有机会可以回台湾 开粉丝见面会了 我应该会在今年9月 有机会回台湾 因为我也自从这个疫情之后 大概三年都没回去了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是9月回去 那粉丝见面会不会有 我就不知道 因为回去应该是很赶 那到时候会跟大家说 下一个 Vin说 很喜欢哥每天的新闻想法 你想要几点 如何看未来的区币圈趋势 DeFi GameFi SocialFi SocialFi跟GameFi 我不是那么看好 至少在短期的三五年 我觉得不会是主流 DeFi的话是蛮支持的 因为如果你有在使用的话 虽然说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DeFi应该 有大几率会成为 以后的市场的主流 可能一半一半吧 一半DeFi一半CFi 第二是会先超前部署一些潜力的币吗 会是哪些 我觉得ADA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用潜力的币哦 那以投资报酬率来讲的话呢 我看不到其他更好的项目 想知道哥为什么大投的比例比ADA少这么多 因为DA本身是Perochain 就是做一些跨链的东西哦 它主要不是注重于这个L1主链的哦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延展性不会比ADA来得好 然后ADA的Proof of Stake系统真的是太好用了 当你有在ADM Proof of Stake的链上抵押过东西 然后赚利息的话 你就会知道他们系统是多么的就是Smooth 非常非常的顺 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 准备朝10万订阅 呃10万应该还早吧 千亿无问说恭喜Derek哥每次看到你的影片都收获很多 身上学到很多 谢谢你 我也很开心可以分享给大家 呃大的 问几个问题 没有问题啊 这期就是开放问问题的 第一 Derek在投资的商品只有加密货币吗 对 只有加密货币 美股我只有帮妈妈操盘了 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第二 美国目前生活上NFT Web3的使用状况 没有什么实用度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NFT跟Web3都是在炒作 NFT有一些有一个这个无聊猴的餐厅啊 但我觉得还是炒作的成分稍微高一点 第三 是请问Derek哥在分析项目的时候会看哪些量化数据 白皮书重要 我觉得我很注重一些基本的东西 还有这个创办人 就推行这个项目的人 他的一些理念 像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Cardano 是因为Charles Hoskinson 他做事的方式跟我自己做事的方式很像啊 他还是注重过程不在乎结果的 就是他认为过程只要做得好 就会得到结果 那这个是跟我自己做事非常非常像啊 所以我就很支持他们 最近努力学习做项目的基本面分析 没问题要愿意学就非常非常好啊 就是怕不学 有很多人在投资市场里面二三十年 赔钱赔了二三十年 但是还不愿意学习 所以就算你刚踏入这个市场 只有短短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 只要愿意学的话呢 都是会有很明显的进步哦 第四 Derek平常喜欢什么运动或是休闲呢 我本身是CrossFit的教练 CrossFit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一个综合训练吧 然后有奥林匹克举重跟体操等等的 我做CrossFit做了八年了 然后最近一年比较没有做 然后我是CrossFit的教练 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骑自行车 每个月大概都会骑500到800miles之间 想听听Derek分享 投资上曾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 就是比特币涨在高点的时候 没有卖更多 就是尤其是第二次这个涨到六万九 我真的没想到它会跌下来跌的那么快 所以在六万四那次 我有take一些profit 然后有获利一些 但是六万九那次 我就真的是一点都没卖 因为那次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跌下来跌的这么快 但是我想每个人应该也差不多吧 其实在高点卖 我觉得比在低点的时候买还要困难 但希望下次高点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必须获利了结一部分了 想知道Derek上 想知道Derek跟每天筛选的新闻 有没有一个标准 因为每天新闻很多 参考我的标准 基本上就是看一些 基本上都是会看不同的网站 如果不同网站都有报一样的东西 然后要确认这些新闻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正确的话 我会跟大家说这只是一个小道消息啊 等等的 没有说 没有特别过滤什么 我就只是把我看到 我觉得最重要的新闻分享给大家 那其他一些比较小 或者是比较不重要的小新闻就不说了 恭喜Derek破万 谢谢你 我发觉玩股票的长辈 很多不喜欢加密货币 没有关系啊 就是喜欢股票就喜欢股票 喜欢加密货币就喜欢加密货币 他们不喜欢并不代表你也要不喜欢 或者是你喜欢 或者是你喜欢也不代表他们也要喜欢 这就是投资市场吸引人的地方 每个人看到的机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想法 那如果今天有些长辈看不到加密货币的价值 没有问题啊 这就像巴菲特看不到这个谷歌亚马逊 脸书的价值一样 但是他还是很成功的投资者啊 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跟他们争什么吧 就是机会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恭喜谢谢 David Lee六月结束了 没有反弹可以做一集七月的行情吗 这有点尴尬啊 六月的时候 我收回我反弹 结果六月是这个比特币有史以来最糟的一个月 真是有点尴尬 你好 有没有想过重新创业做区块链行业 我虽然人在国内一起工作 但是这不信 我觉得我不会 因为我自己有家庭 有小孩 然后有房贷 然后我自己本身公司做的也是蛮好的 所以没有什么道理转行到区块链 然后我本身就是学财经的 也不是学这个软体工程师等等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要进到区块链的行业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啦 但是投资是一定会做的 Chris婷说 恭喜 谢谢你 David Lam说 几乎没有住国外的台湾人介绍加密货币版主是清流 请问能否出一个ADA coin的应用全解析介绍 这个以后有机会 但是因为目前在熊市当中 所以不管说这个ADA上的一些小币或者小项目 他们有多好的这个前景 此时此刻也不太适合介绍给别人 因为毕竟在熊市当中项目再好 因为它市值比较低 所以要跌个90%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甚至99%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我就不会介绍小币给大家 因为不想要让大家误导 说觉得我介绍的东西就是好的 然后就去买 然后结果到时候跌了90几个%又拿不住 所以这个等下坡牛市回来会有机会的 我们首批关注的粉丝不抽一点点USDT吗 要我捐钱给大家吗 我觉得钱还是要靠自己赚了 而且说真的我做这个频道 就基本上一个超级赔钱的事 我一个月的收入都不到我一个小时公司可以赚到钱 但是花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瞒大家说我做频道花的时间 甚至比我上班花的时间还要多 但是这个投资报酬率现在目前看来是非常非常糟糕 但是也没关系 因为我看来是长远的 那我也希望能帮助到别人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看我频道大家有赚钱的话呢 这个成就感呢 是超过这个死心多少钱的 所以不要用钱来定义事情 曾德伟说恭喜银万订阅突破 谢谢 我是三月前才加入加密货币菜机 不要这么说 绝对不要觉得你今天三月前加入 或者是昨天加入前天加入 就是菜机 因为加入这个市场里面多久 跟你成不成功是完全两回事 你非常有可能进到这个市场里面一个星期 但是你懂的东西就比投资在这市场里面 十年的人还要多了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菜机或什么 别说这样的泄气的话 刚进币圈就听你的频道成长 每天上班收听 已经习惯 谢谢你哦 消息来自哪里 之前已经讲过了 另外一位来考虑分享DeFi或GameFi 其他项目吗 GameFi我不是很看好 DeFi的话 现在熊市当中暂时先不了 以后市场好一点的时候会跟大家讲 不错的工作环境 周末愉快 谢谢你也是 首先恭喜在熊市中 颇慢非常棒的同志一日支付 DCS最稳的 没错 希望Q&A聊到的话题 是什么音乐机会去美国 这个之前上面的时候呢 我已经跟大家聊过了 然后第二个是 一开始怎么涉足加密货币的 投资加密货币多长时间 一开始涉足加密货币 其实我在比特币一颗32C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那时候是没有任何人知道比特币的 我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 就是知道这些小事情啊 这些旁门左道的一个朋友 他就约我吃饭 然后第一次约我吃饭 他就说跟我讲比特币这些东西 然后问我说要不要投个一万美金进去 我们各投一万美金 然后这时候我年纪很小 大概是二十几岁而已 然后当初我还记得我是打牌为生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比特币是什么 但他解释的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今天他解释的比较好的话 我可能已经是一万富翁了 那我是觉得听他的解释 听不到他还懂他还讲什么 所以我后来就没买 但是那时候比特币一颗是三十几千 那之后呢 再次接触到就是后来打牌嘛 因为网路扑克需要用比特币 那陆续就是都会有一些比特币在手上 那真正开始很认真的投资是在2020年 那真正开始非常认真的投资在加密货币 大概是在2020年初的时候 第三对于未来公链 你觉得是百家真名还是一支独秀 不会是百家真名 但是一定会有四到五个链 我觉得不会是一支独秀 第四除了ADA跟以太 你还看到哪一个公链崛起 我觉得B&B也不错 那ADA以太跟B&B呢 都是经历一起熊市的测试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稳的 那至于其他这个L1的链 因为没有真正经历过熊市的测试 所以说很难说啦 而且加密货币这一块 就是动得非常非常快 我之前在影片中 有给大家看2017年前20的币 基本上大部分大家都不认识了 所以说搞不好三四年后 我们看Selana 看Avalanche什么的 也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ADA以太 B&B可能是稳一点的 恭喜版主本身也是台湾人 最早中文资讯不懂的是看英文为主 很开心发信这样的优质频道 每天上班必收看影片 谢谢你的支持 想知道版主未来有没有规划付费会员专区 我觉得不会哦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100%的东西 所以我不想要有任何保留 那开一个额外的这个会员频道 说变得说好像 哦你要加入我会员 然后我才掏心掏肺的分享 我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我不想这样走 但是我会考虑 如果订阅数变多 然后看的人变多的话呢 就是会员频道里 有可能会开一些 就是mental coach的影片 就是这种心态的教练吧 因为我曾经上过非常非常多 关于mental coach的课 那一节都是300到500块一个小时 所以我知道很多这种心态上的东西 那如果要开会员频道 应该是走这个方向 那关于加密货币的内容呢 永远应该都会是免费的 就是大家平等的都可以看到我的节目 恭喜老哥订阅破漫 谢谢你 揪揪倩说 当初无意滑到这个频道 资讯大补赞 很兴奋跟现实天一人一刷 在台湾加密货币新闻非常少 没错 我也是这样认为 自杀缺一直抱 你中文真的很好 口字 谢谢你 但是我觉得我中文真的不是很好 现在可能比三个月前 刚开频道的时候好一些 因为毕竟天天在讲 但是之前要把这个英文 转成中文真的是蛮困难的 最后再次感谢你的用心 不客气 有你们这些话 我就一点都不累 Derek投资加密货币占比如何 100%都是加密货币 还有现金 没有其他的了 恭喜恭喜 谢谢 你对BSV有了解吗 是不是与ADA一样有潜力 BSV的marketcap才900多million 跟ADA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这个项目呢 我也是没有看过 所以不与置评吧 就不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这 但是我觉得这项目跟ADA 应该是不同等级的东西 所以不应该拿在一起比较 赞赞赞 谢谢 开心 好 这就是大家的支持 Derek赞赞 办公室很厉害 几岁去美国生活的呢 15岁半 从台湾 国中 国三的时候 就来了 很棒的博主 爱了 多谢你的关爱 真是让我受从若惊 请问比特币到什么价位 你才会考虑出金 10万 我没有任何一个 我没有一个 我没有特定的一个金额 主要是看 要看各个这个不同的indicator 然后看有没有这个超级超买啊 之类的 我觉得在超买的时候 我就会以DCA的方式卖出 但是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还维持拥有大部分的比特币 所以我要卖的话 也只会卖不到一半 那剩下的一半 我是永远都会留着的哦 因为我永远不可能空仓比特币的 安杰洛 安杰洛 这也是我非常忠实的观众 每天都跟你聊天 非常的开心 感谢Derek每天整理 拍成影片 提供给大家 请问Derek的本业是汽车行业的dealer吗 我不是dealer 我做的是broker 就是我是做一些高端车的broker service 那这个东西在国外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服务 基本上就是 呃 客人会花钱找我们代表他们 那我们等于是这个专业的negotiator 就是专门去谈价钱的啦 就是我们是专业的溢价商吧 就是我们代表我们的客户 去帮客人去车行 谈一个最好的价钱 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式跟管道去做这件事情 请问实际doge 美国真的买得到特斯拉商品吗 台湾这个官网有 呃 可以啊 可以用dogecoin买特斯拉商品 在特斯拉的网站都可以 三件申请 三件申请破产 对加密货币是不是一大利空 没错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利空 然后关于这个三件投行破产的事情呢 我看到很多中文频道在讲 但是没有一个讲的是对的 所以我过几天应该会录一个很细节的影片 告诉大家三件投行爆仓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看你的影片觉得这个人讲话到底在屌什么 到现在每天故意听你最新的影片真的很棒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讲话在屌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屌 但是没关系 至少你现在在看我的影片也很喜欢 那就够了 谢谢你的支持 猫咪说 果然心态好的人 事业都不会太差 心态好的都不会太穷 没有到有钱啦 但是绝对不会是穷的 那心态好的人这个 做任何事成功的几率都会比较高 这个是非常非常确定 所以今天在频道当中 教大家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不只是在投资上面 就是对你在生活的任何部分都会有帮助 背书包困说很棒的分享 谢谢你每天无私分享 这确实令人感动人心 非常开心你们能够喜欢 也非常开心就是 我的真心有被大家看见 恭喜你谢谢 我觉得投资比特币在两万多可以买得到 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就慢慢囤 这个时间一定会证明一切的 那至于其他狗狗币什么这些 被炒的币种呢 就是要小心啦 因为暴涨之后你要追进去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而且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保证他们之后的价钱会回到新高 恭喜破半 真是个好频道 谢谢你 恭喜破半 David Lee问说在币安买到BTC之后要提出来放钱包的话 哪个钱包比较安全 我觉得用Ledger吧 Ledger毕竟是最大的 如果你想要扔钱包的话Ledger应该是最安全的 下一个 下一个朋友说感谢Jack 我不是Jack我叫Derek 这个安杰如果帮我跟他讲了 谢谢你 之前我也是短线进行出出报上报下 看来你频道都才知道BA线或才是根本知道 主要是心态啦 因为如果你做交易的话心态总是会忐忑不安 然后会一直想要钉盘等等的 那如果你今天 那今天如果你的目的是DCA慢慢囤越来越多比特币的话 心态会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每天做自己做的事情 然后也不会受这个价钱波动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如果往上涨的话呢 你已经有持仓了会很开心 那往下跌的话呢 那我们又可以在更低的价位超到底 也是很开心 所以说不管今天它涨或跌心态都很好 都会很开心 来不起投降没有关系 有来就好 没梦想问说恭喜破万订阅 请问现在有依序进场分批买入 还是等到FED正式QE时再一口气买入 这件事情呢 你要知道市场不是你看到的这么简单 OK 市场往往会在事情发生的前6个月到12个月 就已经把会发生的事情都price in了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等到这个美联储正式又展开QE的时候才买呢 那时候你可能市场都已经恢复30 50%甚至更多了 所以说DCA准备好好好布局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猜到说市场底部会在哪里 环境真好 羡慕恭喜 谢谢 波万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是 也是一个YouTuber吧 我来看一下 哇 有70几万的sub 这太厉害了 这一定也是要追踪一下的 非常感谢你支持我的频道 然后也很开心 就是频道对你有帮助 你也喜欢我的频道 AA吴说 很多道理大家心里都知道 却很难实现 我现在每次投资30%比特币 想仓位管理部分 例如说多少比例是比特币 多少是股票 这个上面已经讲过了 我是100%都是加密货币 然后呢 股票我只有在帮我妈操盘而已 然后至于心态这上面呢 这些都是需要练习的啦 就是如果今天你在这个市场中时间越久 那你的经验就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啦 我自己也是每天都在学啊 不管投资多久 或者是有多懂 多了解一个东西 我觉得永远都有办法 让自己更进步啦 Amber问说 请问数位资产大约占你资产的百分之几 基本上我流动资金100%都在加密货币里面 那有一些当然是现金 还有USDC等等 股票 股票我已经没有持有了 房地产就只有我住的房子 我没有投资其他的房地产 其他的投资目前都没有 因为我看到加密货币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为什么要把钱分散到第二第三第四号的机会 当你可以把这些钱都打在最好的机会呢 所以我都 所以我的流动资金都在这个加密货币上面 投资客是比较负面的称呼 常投机呢 岳母不开心 不会 我岳母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明的人 我跟他在电话上常常都可以聊个一两个小时 完全没有问题 像朋友一样 然后他也非常尊重我的看法 Jason W说 赞公司看得不错 你们公司最近有在招人吗 工程师 我们公司不是做这个的 我们公司是做车的 所以没有需要工程师 如果你是想做web2 web3的工程师 应该去找加密货币或者是区块链的公司 会比较适合你 蔡宏瑞 这不知道是蔡宏瑞还是旭 对对不起 我中文不是很好 反正我认识你 就是你也是我一个很好的观众 办公室整体感觉很舒服 想知道怎么接触德州扑克的 德州扑克是一开始大学的时候 就跟朋友在打 然后后来开始在网路上打 然后也是打很多桌 那当时我是一边打工 那一边打德州扑克 但在后来的时候呢 这个德州扑克上面一个小时赚的钱 就比我上班一天赚的还多 所以后来就去打职业的了 那现在的生意跟公路车 现在的生意是 那车子我是做了十几年了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非常喜欢车子 所以等于是一个兴趣吧 那公路车的话呢 就是一直有在骑啦 但是最近一两年骑的非常的多 一个月可能都骑到500到800麦 对于德州扑克打得好 选手自己耐心反应快 我觉得德州扑克就是下功夫 就会打得好的东西 我在德州扑克上可以打得好 是因为我打了非常非常多手牌 就是上百万手牌啦 所以是靠经验累积出来的 币圈很多人都打德州扑克 对啊因为网路上要打扑克的话 就都会接触到比特币啊 我一开始接触到也是因为 打斗州扑克的关系 另外我一直是上班族 对于选择创业的人 是任需要有勇气的 我觉得创业有创业的好 上班也有上班的好 就做适合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不见得创业就一定会比上班族来的好 因为创业上也是有非常非常多风险的 有跟创业的朋友聊过 思维跟我的就不一样 对创业做生意的人的想法 跟上班族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公路车的部分自己骑了半年 哦真的啊那我回台湾我们可以一起骑车 没有问题到时候再约咯 西涛问说 频道组是透过什么认识区块链的 又是经历了多久才建立了conviction 之前接触就是因为打这个线上扑克 那后来呢是因为持有越久开始对这个有兴趣 然后就开始花时间研究 那越花时间研究就发现这个东西的机会是越大 就对他越信任所以我觉得比特币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东西 就是今天你不了解他的时候很害怕 但是当你越来越了解他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惊讶 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大部分人还看不到这个机会 因为比特币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一个 摆在眼前让你赚钱的机会 你只要伸手就可以拿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哦 Benson说隔世币圈一股清流 正能量满满谢谢你的支持 美国工作环境真的好到没话说 呃这只是我的办公室 我比较注重这个优雅舒适的感觉 那不是所有的办公室都是这个样子的 Willy Zen谢谢你的支持 你也是我最好的观众之一 天天都会来留言区支持我 谢谢你 下面这个朋友问到说 你对财富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可以不做事的情况下 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让你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跑车控没有啊只是办公室嘛 所以摆的一些照片啊什么 就是当然要摆一些比较看起来比较炫的车 我自己都是开SUV啦 很久没有开跑车了 可以教使用各种交易工具吗 呃没办法因为我频道不是讲交易的 要交易的话呢 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频道可以让你去追踪哦 曾小梦恭喜Derek破万 因为LunaUST爆掉才知道这个频道 呃不要受币价的影响 如果今天币价会影响到你的话呢 就代表说你投的资金有点太多了 你应该投 你投的资金应该是要这个币价波动 不会营销你的状态哦 所以如果今天币价影响到你的话 第一就是你投太多了 第二就是你对这个投资的东西的信念还不够哦 第一是当初是什么契机去美国生活的呢 这个在上面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爸妈办了绿卡 然后原本是全家移民过来 但是到最后就只有维根过来 第二个问题是还有英文要怎么样学比较有效率 就是多讲就好了 不要怕讲错 就是遇到外国人就讲 然后多使用 就多讲多说 就是多讲多跟人家交流 然后很多东西是书上读不到的 第三跟老婆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Dating App上认识的 就是网路交友平台 所以对 真的是有人可以在网路交友平台上认识 另一半的 然后我老婆是我这辈子第一个 就是在交友平台上约出去的女生 然后就变成老婆啦 OK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把这个留言都讲完了 那这就是我平常天天在干的事情啦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多花时间 那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大部分的YouTuber 他们都不会像我这样每一个留言都看 每一个留言都回 因为其实真的是蛮花时间的 那我本身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忙的人 但是我做事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我会希望跟每一个观众都有一些交流这样 所以说呢 从频道开始到现在 我是连一个留言都没有错过 每一个留言我都会点赞 然后都会跟大家交流 那希望这件事情呢 以后也可以继续下去 但是如果这个观众数跟订阅数呢 比现在再多个十几倍呢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哦 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一样会在这个YouTube的社群上 跟大家有不断的交流 那知道的人呢 在上面都已经有看到 就是我时不时都会有一些贴文哦 那不知道的人以后 也可以常常来这边看看 就当是一个社群软体吧 那之后这个观众人数变多的时候啊 新的观众可能也不会注意到 所以那个地方 就会是我跟大家的小天地 那今天聊的比较多啦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那我们礼拜一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